哈喽 搜狐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程潇 那第一次参加搜狐视频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很激动 然后好多人啊 那刚刚去了米兰时装周 马上体验感怎么样呢 就还是很激动 因为也是我第一次去米兰参加时装周 也是中国team就是三年来没去过了 就大家的心情都还是蛮激动 我们不能输的感觉 那就是我看你那天出发那天就是穿了暖袖 然后觉得 哇 是不是你明天都不怕冷啊 就是你怎么一秒气魂的状态 是 就是 时尚就是这样的 你的发色也经常出现 然后最近又变成了绝美的粉色 然后你自己对哪个发色最满意呢 我都挺喜欢的 之前常试过的蓝色 现在的粉色 包括冷棕色都很喜欢 那还有没有其他一项尝试的呀 没有了 该痒一痒了 有网友把你当做发色指向台 那你有什么染发不翻车的小技巧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找到好的理发师 所以你自己没有给自己打过什么 我觉得还是不要自己染吧 因为我自己染了之后 然后后来再去染别的 然后理发师就很头疼 那就是你最近也分享了很多赤油的照片嘛 有没有什么上镜姿势或者小表情可以教教大家 主要还是需要一个会拍照的朋友 主要是你把的pose也很好看的 谢谢 了不起的舞社第二届也开始录制了嘛 那你这次做导师会更加得心运双吗 对 因为对 也是第二季了嘛 也是就是大家更熟悉了 彼此更了解了 然后这一次可能会跟第一季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赛值 可能我们需要参与更多的竞技吧 那你看过了几位导师的舞台要不要评价一大量 就是大家都很美 然后也很厉害 很卷 如梦令的舞蹈嘛 也很出千 你自己知道吗 哦 是 对 因为我给我编制舞的老师也参加了这次了不起舞社 对 所以就是也蛮惊喜的 然后也有跟他讨论 你教大家都说什么好像没有成效效应不了的风格 那你听到这些评价你心里是有什么小说的吗 就是努力把这种风格做到最好吧 把各种风格 那就是演出到七周年了嘛 然后有什么话想对过去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说的 出到七年了 觉得时间很快吧 然后我觉得每一个旅程都对我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和成长吧 就以前也会觉得很累 坚持不下去 但是到现在会感谢以前的坚持 希望未来的心态也能很好 也有年轻的心态吧 有粉丝说你是热血笨蛋吗 那你觉得热血是一直以来支持你 是热血什么 热血没你 不是 是吧 你觉得热血是一直以来支持你前进的一大原因吗 我觉得是吧 就可能就是我会在工作中 越来越热血的感觉我是那种 那2023年有没有什么工作计法可以稍微透露 2023年因为现在也是在 在录制了不起舞社嘛 也会有很多舞台会录出 然后也会有一首新歌要发布 对 你给自己休息一下吗 多出去拍点照片给我们看吗 嗯 好呀 哈哈哈 嗯 嗯 嗯ischen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